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时任村公所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了法谷老会 因当时村公所的名字为平安山坊 又因此法谷的曲牌从头到尾比较舒缓 故称其为平阴法谷 全称为城北霍家嘴平阴法谷老会 清末民初 第二代船人张贵精通韵律 计压群芳 在法谷界将有提高的声誉 被官称为张三野 他带领法谷老会多次参加皇家指定的庆典活动 令霍家嘴平阴法谷在天津卫生名远播 张贵相继传语于第三代船人陈炳恒和第四代船人陈世海 平阴法谷表演内容半文半舞 表演形式有摄摆和行会 法谷出会的人数一般在百人以上 最少也得七八十人 过去有全村出动的人数可多达二三百人 仪仗队列为会头 手持引锣 左右两侧各有一幼铜斜跨相带站立 先后依次排有气子风灯两个 门旗两面 高照两个 软队两副四队 硬队两副四队 灯牌八扇 腰锣一个 现在为木质雕刻一箱一副 现在为八方盒一副 茶烧两副 样烧两副 茶锤子两副 灭锣一个 乐队器具为七挠八伯 当当四副 茶歌四副 五箱一个 大稻齐一面 九连灯一副 手齐六十面 手灯六十把 板凳若干 碎裂主体呈四平八碗状排列 大稻齐下面正中摆放着赤金镶嵌的骨箱 内有大骨 左八复活 右七复挠顺利两边 大骨两侧为茶歌 当当伴奏 鼓曲七套 其中 历代首席传授五套为 双桥 穴腿 和膝 四不相 八仙庆寿 耳听口传心寿两套为 无鬼闹盼 上龙虚雷 曲目六套 按照演奏时间长短及丰富程度 依次为出门类 龙虚类 无鬼闹汗 全套 无咬 五套无咬 或加嘴平音法鼓其鼓曲表演形式文武兼卫 文可坐长凳上连打四十分钟 乐声如高山流水 悦耳动听 舞 则手中乐器像兵器一般上下翻飞 乐声高抗激昂 铿锵涌动 动作和乐声相得一张 刚柔相继 朴实美观 舒展大方 破家嘴平音法鼓自创始起 直到一九四六年 参加历届北仓东顶泰山娘娘庞会 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二年 先后参加了天津市举办的国庆庆典活动 一九六零年后曾一度沉寂 二零云二年十月一日 在破家嘴党总支书记张玉才 和第四代 第五代传人陈国生 陈世海 何惠敏 及丁元磊的共同努力下 恢复法古老汇 配备二百平米活动用房一处 各种器具及歌谱也都相继恢复原貌 老汇成立后 多次参加曲阵及邀请单位的盛典活动 2006年2月4日 在天津市首届民间花会广场舞擂台赛中 破家嘴平音法鼓老汇 获十大擂主称号 破家嘴平音法鼓一丈形式 套路乐谱和表演形式已有百年之久 融会了天津民间各种技艺和表演形式的精华 一丈装饰 会员服饰 表演技艺等 无不追求完美 传承至今还依然有鲜明的原生态烙印 各类汇聚精雕细客 汇制精良 堪称民间工艺的瑰宝 在老天津味的民俗活动中占据显著地位 是天津市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艺术奇葩 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